好 透视财经来看台湾的土地越来越贵了 这是看好陆克到台湾的观光效应 新加坡私募基金到台北来买地 在西门町中华路口这一笔200多坪的土地呢 以每坪1147万的天价卖出 创下了台湾土地的新高价 那么未来打算要规划为商务旅馆 台湾新帝王换人作 就是这一块在中孝西路和中华路的交叉路口 每坪以千万卖出 新帝王就是他上头已经有先前建设公司盖好的样品屋 白色和黑色交错就刚好位在西门町和台北车站的交界处 215.68坪的土地最近卖出24.75亿元 换算每坪要价1147万 天价金额据传是由建设公司转手卖给新加坡私募基金 打算改建成旅馆 看上的就是台湾近年超级夯的路客自由行 每年替西门町带进超过15亿的商机 其实走一趟西门町的中华路 不到200公尺距离 这头就是台塘才刚开幕几个月的旅馆 对面还有精华旗下的平价商旅 附近旅设一家一家的开是一级战区 外国游客看上交通方便 驻台北的首选就往西门町的平价旅馆钻 这回又有新业者加入 让西门町商旅的旅馆大战越演越烈 主要新闻正日宗町商台北采访报道